HELLO 大家好,我是日豪爺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大家都有好奇 為什麼自閉車會這麼喜歡交通工具 通常我們這類特質的人 他們都非常喜歡有規律的東西 因為火車身上是以列排列 所以火車就會看起來很有規律性 那正是因為如此,所以火車有自己的時刻表 我們有時候也是中心的研究時刻表 因為時刻表也是一個很有規律的東西 對於我們來說 只要能看到有規律的東西 就會讓我們比較能夠心神安寧 那除了火車之外還有飛機 因為飛機雖然不像火車一樣 就是有一節排列組合的車廂 不過飛機他也有自己特定的時刻表 所以我們也會投入心地在研究飛機的時刻表 所以某種程度上飛機也算是一種有規律的交通工具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就是全球有很多鐵道迷還有航空迷 他們都會收集一些雜誌 模型等等回家來收集 那他們會做這件事情 主要是因為每一種火車還有飛機 他們都有不同的圖裝還有不同的型號 所以做這件事情才有探索這兩個交通工具 是探索這兩種交通工具奧迷最好的方法 就我自己搭乘的經驗來說 火車和飛機他們都因為他們還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他們都是往同一個方向移動 交通工具裡頭有很多細節 比如說因為我們這種類型的人 對聲音特別敏感 所以通常比較容易注意到列車廣播的人 應該都會是我們 就是我們的觀察力會比一般人還要明白 火車跟飛機 在我們搭乘這兩種交通工具之前 每個人都一定要先買好車票機票來行 買好車票機票來行 那機票也會是鐵道迷跟航空迷的收藏品之一 所以每一種車票跟機票都有它不同的特色 所以我們也會深入了解他們 然後再來就是火車出發跟抵達的時候 他們一定都是他們的規律就是先加速然後後結束 那飛機也是一樣的道理 起飛的時候加速然後降落的時候結束 所以我覺得我們就是很享受這一種快樂 對我們來說只要這些交通工具搭久 自然就會養成旅遊的習慣 因為我們都習慣旅遊的時候搭乘這些交通工具 因為整體而言 我認為這兩種交通工具是最適合用來旅遊 因為它至少它某種程度上比開車方便 就是有些就是因為開車要 因為開車所花的時間可能會比這些交通工具還要久 因為畢竟汽車的速度是這兩種交通工具 這三種交通工具裡面速度最滿 因為火車跟飛機他們都屬於一條自己專屬的路線 所以我們只要深入研究他們 那麼自然而然就可以找出路線 它剛好就可以把這一項優勢運用在安排 有的時候旅行 旅行有的時候總是會發生意外 那旅行的意外有時候是好有時候是壞 那你只要有這一項優勢 你就雖然在旅遊真的發生意外 但是能找到自己行前不知情的境界 那我相信一定會是這一趟旅程中最好的收穫 我個人認為家長不需要自治 因為就像我之前說的 只要你家長越是自治自己的孩子 那麼孩子以後就會變得越來越不受控 所以家長應該盡量讓孩子去探索自己的興趣 因為排列火車這樣才能達成我們心目中的規律性 但是即便如此我認為家長不應該制止自己的孩子 因為這也是一種讓孩子探索自己興趣的一個方法 很多人他們就是比較沒有搭乘交通工具的經驗 那麼你只要你只要在這一項領域占有優勢的話 那麼我相信對我相信對於幫助他的注意非常的大 你只要對我我認為只要對交通工具的了解越正常 那麼你就調查 那當當他們發生事故的時候你就 你就具備這種調查事故的能力 那不僅僅是只有成為成為駕駛的 那像我自己本身也有在研究 就是關於整個空難發生的過程 以及他所有的細節所在 我認為研究過程當中很有用處的地方就是 就是我們要找出原因 然後不要再用悲劇重演 或許爸爸媽媽會覺得自己的孩子 在看這些紀錄片的時候會很嚇人 但其實他們可以從中學習要許有知識 比如說如果孩子沒有從小就接觸的話 那麼如果孩子從小就接觸這些知識的話 那麼以後對於他們 以後對於他們的對孩子的危機應變會是一大優勢 那我從中除了學到危機應變之外 我還學到很多就是 就火火 就除非你有在鐵路公司 或是航空公司工作的人 才有可能知道的知識 比如說火車或飛機裡頭的機密零件 通常只有在調查事故的時候 才有可能被大眾發現 我個人認為父母就是不需要擔心這一塊 因為孩子跟無生命的 無生命的誤許教就一定有他的道理 就可以凸顯出這個人的能格特質 我在玩火車或玩飛機的時候 都會讓我回溯過去 讓我已經想到以前自身的旅遊經驗 因為我相信每個孩子一定都希望能夠無止境地玩下去 不想要回家 所以我認為 所以我認為玩火車或是玩飛機 對他們來說算是一種心底安慰 有關於父母可能會擔憂說 說小孩子只玩玩這些玩具可能會影響他們未來的人際關係 不過如果我認為其實父母的擔心是多餘的 因為小孩子會想玩這些玩具一定是有他的道理 不過如果父母想要讓自己的孩子能夠交到朋友的話 就要先讓他們學習主動 因為你如果自己沒有先踏出第一步的話 你也不可能期望別人就一定會踏出那一步來跟你當朋友 所以我認為踏出第一步是最重要 如果那種情況真的發生的話 我認為父母應該先考量 就是讓自己的孩子 讓自己的孩子開心比較重要 因為小孩子在那個年紀的時候 只要不開心的話就會經常無敵群 所以只要陪他們搭乘這些交通工具 或是買玩具給他們 我認為孩子就會心滿意足 那麼如果大人真的怕會無聊的話 那麼就想辦法再陪孩子的時候 自己再另外找事情做 因為如果孩子情緒不安定的話 那麼就會連帶影響到他的未來發展 所以如果你現在就讓小孩子心滿意足的話 那麼會有助於他日後的學習 因為你現在讓他滿足 不只是可以增進親子關係而已 而且只要能夠增進親子關係 那父母才能比較好去引導自己的孩子去拓展這些關係 那麼以上就是第一幾年內容 那麼我是發言 那也歡迎大家能夠繼續收看我的影片 我會持續的把更多關於自閉症的知識 分享給大家 謝謝 我會選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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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